世界最繁忙过境关卡之一的新柔长堤 因新冠疫情封锁20个月后 今天正式重开 受困一水之隔新加坡多时的国人重新他足故土 受到大批媒体和亲友鼓掌热烈迎接他们回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东方快顺Live 我是顺辉 今天我国的疫情数据进一步下降 单日新增4087宗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世界最繁忙过境关卡之一的新柔长堤 因新冠疫情封锁20个月后 今天正式重开 马新陆路关卡疫苗接种者旅游走廊VTL今天启动 从新加坡出发的首趟VTL巴士上午9点10分 抵达新山拉庆巴士总站 受困新加坡多时的国人 重新踏足故土 受到大批媒体和亲友鼓掌热烈迎接他们回国 交通部长纳德斯里为嘉祥透露 从今天开始 共有32趟巴士将载送2880名乘客 跨越新州长堤 大马首相纳德斯里斯曼莎比利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共同在场地见证着重要的一刻 此外今早首趟班机也迎来240名从新加坡返国的游子 配合马新航空VTL的开跑 吉隆坡国际机场也特别以洒水仪式迎接首趟抵达的班机 卫生部长凯利还表示 大马正与其他邻国商讨 开通疫苗接种者旅游走廊 不过同时 凯利也证实马新VTL乘客中发现第一宗新冠病毒确诊病例 有关确诊病例今天上午在入境处进行检测时发现 他说虽然所有通过马新VTL入境的乘客 在72小时前已经接受检测 但是仍存在着各种变数和可能性 新冠病毒最新变异毒株 Omicron传播速度惊人 引起全球各国高度警戒并紧急布控 凯利说RTK检测和PCR检测能够鉴定该变异病毒 他说卫生部医药研究院专家告知他这件事 不过他们仍然需要深入研究 从而了解这种来势汹汹的新毒株 贸销部副部长纳多罗索表示 政府目前不打算为快速抗原检测设计核设计顶价 以避免有人为了获利而操纵价格 他说政府希望由市场来决定价格 内政部长纳多斯里寒沙在努定透露 在重新安置劳工计划下登记的约20万名失业外劳 相信可以在今年年底前重新获聘 他说这些外劳都已经在我国生活 在此计划下将优先提供工作给该项计划下登记的外劳 他也说如果外劳是从事种植业 有关当局就会找大型的种植公司讨论 以重新安置和併用它们 2020年和2021年分别有6部和1部电影的内容 不符合电影检验局指南 因此不被批准上映 2020年不被批准上映的电影包括 大马电影《Dowlat》 台湾电影《波罗蜜》 法国电影《Real Love》等等 2021年不获批准上映的电影 则是中国电影《长津湖》 内政部副部长纳多斯里伊斯迈·塞毅解释 电检局援引2010年 内政部电影审查指南进行审查 根据四个主要方面审查 即公共安全和秩序 宗教、社会、文化 以及礼貌和礼仪 澳门禁制掀起打击非法赌博的风暴 当局配合中国的通缉令 逮捕了澳门知名赌博集团负责人 外号洗米华的周超华 有分析说 这可能预示着北京和澳门要整顿澳门赌博业 在隔天 澳门当局表示 收到中国有关部门通报 指周超华涉嫌成立跨境赌博犯罪集团等等 当天上午依法将他带回警局调查 东方快讯Live已经来到了尾声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请继续留守 我们再为您梳理整合当天的重点新闻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